蘇蒂家有氣時 家家有氣時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Dee 我身後這個項目 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的 就是寶利莫里花園 在上一次 其實拍攝到現在 短短一個月都未到的時間 為何今天我又會再來一次呢 原因就是我們接到一個最新通知 就是它現在有推出了十套一個特位的單位 還有一個01單位 8棟01單位92平方 這邊也都加推出來了 是一個92平方 望光景的單位來的 具體是哪一棟呢 我們會在航拍上為大家具體展示出來 我一會兒會帶大家上去8棟的一個實體 帶大家看一看一個交流標準 還有一個外面的景觀 我們時不宜遲放一放航拍給大家看一看 參議會 放五台錄片 真的可以看到 我會有二人的一位 在那個電視片上 放五台錄片 是一把電視片 是一把電視片 有五台錄片 所有需要辦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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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特价单位主要就是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入户大堂 其实整个入户大堂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气派 而且它的用料真的比较真实,而且都是一些真的石材 因为之前很多楼盘可能都是噴漆、涂料 可能看起身就没那么大气 好似入户大门这里,因为现在是销售当中,交了楼之后这扇门是锁的 我只可以通过这个门禁系统拨你的防号,跟你去通话 然后你在家里会有一个屏幕,可以看到这里是摄像头 你确认通行、放行,这个人才能入到小区里面 相对来说,对一个安全、隐私性就会比较高一些 而且一进到这里,其实到时交楼会放一些休闲的沙发 进来都可以在这里坐一坐,休息一下 一进到这里,电梯间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两梯四户的设计 这里两部电梯,直达上面 事不宜迟,我们都上去看一看样板房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8栋的29楼 我们一出来,这里是一个两梯六户的结构 这边有1,2,3,4户,前边有两户 我们先看看这边的0102单位 这里会有一个交楼标准的图 就是会详细讲解了一些交楼里面有什么 不过今天我们看这些全部都是实景 里面看到什么,交楼里面有什么 我们现在看这个0102,这两个旁边是01 我们现在交楼的样板间就是02户型 这两个户型的格局是一样的,都是92平方 现在一房,两厅两位的设计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交楼标准 我们一进来看到这个入户大门 这个玄关柜,这些全部都是交楼标准 而且板材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这里也会有一个镜位 平时穿完鞋,可以照一照镜才出门 左手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的厨房位置 这个厨房也比较开扬 因为这里会有一个生活露台的位置 其实平时的地拖、扫把可以放在这里 而且热水器的位置也预留在这个位置 到时热水器可以做到外面 这里有出水器,可以做一个洗衣机 这些都可以,没问题 我们来看看厨房,这里 可以看到这些吊柜 这些全部都是交楼标准 这些都有的,都做好了 这个位置就预留一个冰箱位 只可以单开门,双开门就放不到 因为它预留的位置是比较窄一点 这个洗菜盘这边也比较大的面积 就是洗东西,比较方便一些 而且有这些细心位 平时有些位置洗不到的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水龙头去洗的 也都非常之方便的 这个是美的的抄榴烟机 还有那个炉灼和消毒柜 这些都是交楼标准来的 这些全部都做好了 好,我们来看看厨房这边 这个92平方的厨房也挺阔的 跟大家数一数 这个是80x80的磚 1,2,3 这里四块加起来的边位 大概都有三米半左右的开间 这个是一个餐客一看的厨房的设计 这个到时就做一个饭厅的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可以放一张大圆桌 700个人一起坐在一起吃饭 都没问题的 或者放一张长的八人餐桌都OK 没问题的 那客厅这个位置呢 那它也都可以看到这些插座位啊 这些全部都预留好了 那看回它这个设计呢 这里是可以做回电视场的 到时可以 那好像那些网线端口啊插座啊 这些已经全部预留好了 那我们看得到地板和长体白墙交流 这些全部都是交流标准 而且我们也有做了一个吊顶的 这些都有 那你现在看得到这些 好像这些LED的桶灯啊 这些都是交流都会有的了 那中间的吸顶灯这些呢 就没有的 那我们来看看那个阳台位先 那阳台位呢 就非常开阔了 那这里看过去呢 景观也都非常之漂亮 看回黄洋河河景这边的 那其实对面山这边呢 就是属于一个 斗门的井岸镇的方向来的了 那体育中心呢 也都在对面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一个斗门的 体育中心的位置 那对面就是井岸镇 那我们再看一看 房间这边的一些设计 那这个是一个二加一房 那就是三房来的 那二加一为什么会有一个加一呢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位置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位置 那因为它洗手间呢 它是做了一个分离的 那外面这里的镜柜啊 洗手台这些都做好了 那也都方便呢 因为家里的小朋友的话 早上上学啊 和上班呢 肯定会有少少冲突的 那可能有些人上洗手间 那外面呢 都可以擦牙洗面 那好 那洗手间这边呢 这边呢 正常配置 那马桶 好 林浴室 和这些五金配件 全部都已经有了 那它也都有个单独的窗 通风采光的 那我们看 刚才说到二加一房的 加一房 其实就是这个 阳台改房的设计 那都不算小 其实就 到时 交楼封了窗之后 这里做了一个 大的塔塔米呢 其实都很舒适的 因为望回景观呢 也都非常之好 那也都是望回和洋河景这边 可以看到井岸镇这边 是 那我们 这个 还怎么说 这个阳台改房呢 为什么叫阳台改房呢 因为它布件是阳台来的 那这个位置有一半面积是赠送的 就是只计一半的建筑面积 那实用率 就可以带高整个户型的实用率先 是 那我们再看看这间小房 那它向阳面这边呢 其实它都会有雨楼 做了这些百页链的位置 是 那这间房呢 就 其实就不是很大的 可能就是放个 麦二床就没什么位置 但是这些呢 我也是建议做一些 一些组合床啊 塔塔米啊 那些形式 你尽量去利用了这个飘窗位呢 这间房就会稍微好用一点 如果你说单纯买一张床 放在这里呢 其实就真的是 空间就很小的 那我们看看主人房这边 那它主人房呢 其实 我想说 抹理花呢 它每一套户型呢 它都是主人房这边做得特别出彩的 那好像一进到这里呢 它主人房也有一个做医务间的圆关位来的 一进来是要经过这个位置 接着才进到主人房的 那我们看看洗手间 洗手间这边呢 一样的配置 镜柜 洗头台 马桶 淋浴间 全部都是标配来的了 那 刚才因为一进来这里 有个做医务间的位置 其实房间里面呢 就不需要去放太多的櫃 这里呢 放个两米的大床呢 是完全足够的了 那 也都 景观呢 是非常之好的 看回黄阳河景 看回井岸镇里面 也都可以看到 新清啊 西部啊 好像 华法水案啊 那个世荣作品一号啊 都是其实在前边这个位置的 对 对 OK 那我们去看看 其他03 04 05 06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8栋 2906 这套 95平方单位 那它一个 2 加1房 加2厅 2位的 一个横厅设计的一个单位 那我们可以进去具体 看一看这个膠标 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 是它一个膠楼标准 那可以见到这个 那么厚实的 防火 门呢 这个和这个密码锁呢 这些都是膠楼标准来的了 那一进来呢 这个横厅 和我们之前拍了很多影片的 横厅呢 其实是 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一进来呢 它不会是直冲住厅的 它是会先有一个圆关位 也都非常之好 这个设计 那我们看到这些櫃 这个圆关� 这些都是膠楼标准来的 这些都有的 而且板材非常之好 一听的声音就知道 全部都是实木 那一进来会有一个圆关位过渡 那一转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气的横厅位置 那非常之开阔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地板啊 场面啊 和这个吊顶啊 这些都是膠楼标准来的了 那我们可以看看厨房这边先 厨房这边 厨房这边烫门这些呢 那些材质方面都非常之好的 那进来看看厨房 其实呢 95平方来说 不算小的了 非常之够用 因为它这里预留了一个 可以放一个箱开门大冰箱的位置 那接着呢 你见到这些 美的的抽油烟机啊 牢灶啊 消毒柜啊 这些都是膠楼标准来的了 那这些柜呢 这些全部都是做好了的 那现在你见到 就是你膠楼有的东西了 那它这里呢 这个设计其实挺好的 它这里炒菜 接着它将一个洗手盆的位置 放到这边的 而且这个洗手盆的材质 各方面呢 都是 就是我摸上去的感觉 都是比较厚实啦 而且这个 这个洗菜盆呢 非常之大的 其实就是可以一次洗很多东西 而且这个厨房呢 它都是有个独立的窗的 那就是通风啊 采光啊 都OK 都没问题 那这个位置呢 那这个位置呢 就留下来切菜 那这边炒菜 那这个厨房就非常之好用的了 这个厨房 那我们可以看回这里 洗手间的位置 那它这里呢 因为本身的洗手间呢 就不太大 所以呢 它就将洗手台放到外面这里 你看到镜柜这些呢 它全部都是家楼标准来的了 家楼都有的了 洗手台这些都帮你做好了的 那洗手间这边有些什么呢 洗手间其实都是通用的配置 马桶啊 淋浴间啊 这些都做好了 而且这些 这些五金件呢 全部都是做好了的 那而空间来说 都比较阔落 而且这里有个细心位 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家 洗澡呢 可以有个手币扶着呢 就不怕滑到的 那我们可以出来看看 这里呢 会有一个房 那这个户型呢 受用到非常之高的原因呢 就是这里是一间 阳台改房的设计 那就是刚才说到的二阶一房 里面的其中一间房 虽然这个空间就不是很大的了 但是呢 都算来说是比较彩光 那可以做回一个书房啊 或者做回一个旗牌室啊 或者做回一个功能房都OK 交楼的时候 你到时可以封窗的 这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看里面的情况先 那我们现在来到厅这个位呢 那我们 其实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角度拍过去 这边呢 这个视野就非常之开阔的 的 阳台呢 啊 这里都比较大 这里 都有整 六米多了 那这里望回出去呢 就可以望回 黄阳河景这边 跟着望回 斗门的时代倾城 这边就是白礁的方向来的 这边是白礁 那这边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边就是 尖峰桥啊 啊 井岸啊 那边的位置了 那 视野非常开阔 那我们还是去看看房间先 那 就有两间房 这两间是正正规规的大房 那我们先看一间小的 那 那其实呢 保里玛里花园的交标来说 都做得算比较靓仔的 那好像见到这些地板 这些木地板来的 都是有的了 那好像 就有个细心园 这里会有个 换气口的 一打开呢 外面的空气进来呢 它里面会有一个雷网 就不怕有灰尘进来 那在家就不一定说 一定要打开窗的 都可以 那这里望回后面的景观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这里呢 望回后面就是 时代天韵的位置 后面高层那边就是时代天韵 那望远一点 都可以看到少少何景的 是 那我们再看看主人房这边 主人房呢 其实三间房里最出彩 都是主人房这边 空间来说算比较大的 这个位置放个两米大床 完全是没问题的 那这些位置呢 可以预留回来 做一些衣帽间 或者在这里夹花开 做一个衣帽间 做一些墙柜 都非常之好 那洗手间这边呢 那同样呢 好像镜柜 镜柜 镜柜 洗手台 林浴室 马桶 这些全部都是标配来的 而且空间来说呢 不算小 非常之好用 同样都会有窗的 是 是 可以看到何景 不过就 这边看过去呢 就是大信那边 这个95平方 我们特价表里面都有的 那具体价钱 我们可以参考特价表里面的价钱 那我们再看看其他户影 这个呢就是8栋 2904的单位 是一个80平方 2加1房 2厅1位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具体格局先 那 保里面你发现这边呢 其实交楼标准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都是我们交楼标准 那一进来呢 一个圆关柜呢 这个整个柜呢 都是交楼标准来的了 都是已经有的了 那 那这个厚实的防房门呢 和这个密码锁 全都是交标来的 那我们看看厨房这边 那这个厨房呢 因为80方呢 其实我很少会见到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腰形阳台 那这里呢 就预留一个冰箱的位置 那可以见到这些钓柜啊 这些 这个消毒柜啊 擦油烟机这些三件套 全部都是有的了 那而且呢 它是有名窗的 是 通风采光 这个又有保障 而那个洗彩盆呢 都是非常大的 放东西比较方便 而且有这些实用的功能 可以方便洗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看厅房这个位置先 那因为它是一个80平方的一个单位 那其实这个厅画开间就不算太阔 大概都是 如果真的刨开长看呢 大概都是三米二左右而已 那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餐客一体 那这边呢 到时就可以做一个餐厅 放回一张圆台啊 或者放回一张绿人台 都非常好用的 那到客厅这个位置呢 那其实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就放沙发位 那对面这里可以做一个电视的背景场 那其实呢 这里放沙发也有一个好处的 那我们一看出去呢 那阳台位其实是可以看到何景的 而且还可以看到 我们斗门的一个商业 叫大信新都会 那都可以看到摩天轮 是 可以放大给各位观众看一看 前边其实夜景是非常之漂亮的 因为大信呢 马克的摩天轮是会亮灯的 那也都会看到一部分的何景 那对面呢 就是一个 时代天韵的项目 那其实都是来得比较近的 那我们可以看回房间这边先 诶 随便过来这里 他家楼灯是 是没有那些吸顶灯的 就只有这些灯泡 那这个吊顶呢 这些都是 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做好了的了 那进来呢 房间这边 那这间大房 我就留在最后再说 我先讲一下这个位置先 就是洗手间这边的 那因为呢 它洗手间就够用了 那它就将洗手台啊 镜柜啊 这些就单独放了出来 那也都有个好处了 那就是 平时有人上厕所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在外面 刷牙洗面都OK 没问题 那去看回洗手间 同样的标配 啊 淋浴间 马桶 还有这些五金件 全部都有了 也都有一个细心位的 是一个就是 因为家里 难免会有老人家 或者有小朋友 那这些位呢 就好像老人家蹲下 慢慢起身呢 这个可以用来助力的 是 那这儿呢 刚才说是二街一房 这个呢 就是其中一间 街一房了 这个是一个阳台改房的设计 那阳台改房有什么好处呢 它这个 是当 因为这个布件是布阳台的 所以这个位置呢 是赠送一半面积的 只计一半面积 那而且那个窗呢 其实呢 到时胶楼自己可以封回窗的 那整个彩光面是非常大的 那也都是 看回来都会有少少河景 但是不是很多 都有一些 那也都可以看回小区圆林啊 也都可以看到游泳池 这里的 那我们再看看 旁边的两间房 那这间呢 就是小房了 其实这间房呢 我感觉就是 真的有点小 但是呢 想怎样好用呢 那其实可以做回塔塔米 就尽量利用完这个飘窗的位置 那都比较好用的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就是做回书桌 那这些 那80平方做三房 那些房间就肯定 不会很大了 那我们就看回 最大间 这间主人房的位置 先 因为它这个是三房一位 来的 主人房这边呢 它就没有带套间 那进来呢 其实就 那这间主人房 其实这间房就 跟阳太景都一样 可以看到何景 看到大水深都会这边 那这里呢 其实就 放回个咪 咪八床 应该都OK 没问题 咪八 那如果你想好用一点 可能就 放个咪半左右 那 那这里就 留回来 做回个衣柜的位置 都OK 没问题 80平方呢 其实就比较适合 刚刚结婚的小两口 或者用来投资出租 用的呢 其实这个是 比较首选的一个单位 那我们特价表上面 都有这个单位的特价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刚才我们看了几个阳板间 那其实 莫里花这边的景观 就真的是 非常靓仔 那今天 为什么呢 距离上次拍完这里 一个月都未到呢 那我们又会再回来 因为呢 那我们其实是今早一早 就接到通知 那最新加推了呢 十套一个特价单位的 那我们都 看回那个优惠力度先 那因为我们之前呢 来拍这个0102 就拿0102来讲一讲 那之前呢 其实在视频都讲到 那个价钱呢 是去到差不多 百一万左右的 那好像我们看回 这十套特价单位 那其实 折下来呢 去到一百零三万左右 就有交易了 而且楼层不是说 那些二楼三楼来的 是可以去到十二楼 而且这个景观呢 和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拍的012 那个92平方的 是一模一样的格局 一模一样的朝向 那 除了说这十套单位 做特价之外呢 那其实也都 这一条腿呢 它也是加推了出来的 那也是一个景观 最漂亮的一条腿了 那刚才我们样板间 里面都看得到 那其实之前有留意过 末里发现的朋友 应该都 对比这个价格的话 其实应该都知道 其实真的优惠了 都有大几万的一个金额 那今天呢 我们一接到这个通知 就马上来回房 那其实呢 它政策呢 都没有什么变化的 都一样可以做香港直态 是做香港招商永龙的直态 那如果有些香港客户 说我现在已经回到大陆这边了 这样可不可以做到大陆的银行的贷款 其实都可以的 那就选择会比较多样快一点 那你说 好像今次这几十套单位呢 如果你说 如果楼层自己不太喜欢 或者不太喜欢 那其实都可以联系回 我们家有喜事客服这边 那我们呢 再帮你去精心挑选一些 其他楼层的单位都可以 那也都可以给到一些 最新的一些现场的景观视频 给到你看得到 那如果对这十套单位 或者对这个01单位 加推有兴趣的观众呢 那可以即时联系回我们 加油喜事客服 那拿回最新的一些资料 和景观视频 那我们这里都会即时 给一些最靓仔的景观视频 那今天呢 就不阻止大家太多时间 拜拜 欢迎各位观众收听我们加油喜事频道 那如果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仔 可以现在订阅了 暗卖旁边的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影片了